大家介绍结束了 来 接下来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第17章 收入 费用和利润 我们把书翻到341 书翻到341 不用休息 没什么可休息的 你们8月末就考试了 有的时候真的是说句不好听 皇上不急太监急 我比你们急 我真的比你们急 就我急什么 不说我课讲过吗 我急的是你们这种心态 还慢慢悠悠呢 还可能一二悠呢 休息 休息个六啊 我们一天晚上三个小时正课 三个小时正课 我中间休息 你看我每次都不舍得休息十分钟 为啥呀 我休息的多 你们下课就晚 我要保证给你们上足三个小时的课 我要是上两个半小时 过两个小时四十分钟 你们就少得了呀 你们还当好事呢呀 所以我每天不是给你们压疼 说十点下课 真的你中间有两次休息呀 你两次休息如果休足了二十分钟的话 那应该是十点二十下课呀 所以我尽量中间少休息 我休息五分钟左右 然后你们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提前一些下课 当然我是能够保证给大家上足三个小时的 其实对我来说我上两个半小时上三个小时一样 但是我不想这样 我想的是我足筋足额的给你 不能缺筋短两 好不好 有个同学一到十点就坐不住了 老师快下课吧 你爱下课你下课 你不爱听就走 对吧 到这个阶段了 咱们已经不是蜜月期了 你跟我也好 你跟知识点也好 都不是蜜月期了 这个时候只必须得有一个人 把这事挑明 再哄着 好好的拍拍你好好学 来不及了 来不及 你要是今天只考快的一科来得及 有多少只考快的一科了 对不对 至少两科三科吧 算是更多四科五科的 那么多呢 你咋的 你就今年就这种状态 明年你仍然是这种状态 你今天说我不想学了 我明年再学 明年仍然是这样 你放心 有一位算一位 这么多年 十多年下来了 我看到了 今天反正我这样或那样 明年我一定努力 我一定要努力努力 明年比这个放松的还快 明年比这个放弃的还早 所以咱倒不如咬咬牙 把它坚持下来 而且我要告诉你 你不要对你自己评估的太高 啥意思 说我听一遍有能够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自己评估一下自己的学习能力 我们直播间四千多人 小五千人 你会发现原来我也不理解 我是不是因为我讲的有问题呢 所以我在不断的打摩托课 但实际上最后我冷静下来一想 不是的 爱说话的永远是那些人 四千多人 你看说话的就那二三十人 剩下人不说话 人踏踏实实听课 听不会的 刘老师告诉了 听两遍 好我知道 这题我标注了 我拿笔标一下 下课赶紧听回方 我是筑块考生 我还等着十点半下课我睡觉 想啥呢 对不对 行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七章 首先看一下本章的学习提要 分支分布来近三年十二分 平均分支 主课关题都会涉及绝对的重点内容 重中之重没有别的了 它最重要 收入一定考大题 哪一场都考你放心 你放心 每一场都考 十五分左右 大题放在这 你要不要 要就给我好好学 但是我要跟你说 难度有三颗心 有难度硬骨头需要啃 要学多变 而且有恒心 这东西不是我瞎给你写的 也不是我浪费这时间 三分钟我给你讲点学习提要 这东西不是 你要建立好你自己的心理预期 会计就有难度 个别章节一遍下不来 收入就是典型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收入 跟原来的收入不是一回事 你其实你学没学过 原来的收入都不重要 它现在准则 它的方式发生变化了 我们原来收入分 销售商品的提供劳 的让入资产使用权的建造合同 把收入分类型了 但你会发现商业社会当中 真的有些东西没法分 我原来举个例子 各位同学你们课金吗 玩网游课金吗 你买那个道具 你买那个皮肤 你告诉那是销售商品 还是提供劳务 还是让渡资产首权 你会发现它分不清 原来准则说 那咱就提供劳务 硬性的把它拍到提供劳务了 那它是现在不用了 我现在不看你这些东西 所以它是准则理念发生变化了 而这个理念说白了 不是中国人研究出来的 它是国外研究出来的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 有一些它是从国际财务 快递报告准则 执意过来的 说那个话呀 就不是人话 对吧 所以怎么办 我给你解释 你一定要认真听 考试方向 无法和特定交易的快递处理 三年考三次 这为什么三年呢 就是我们收入这块呢 因为二一 二零一九 还一八年是不是 一八年不是 只有三年嘛 所以它考了三次 就每年都考 然后营业利润的计算 因为我们这张不单单有收入 还有费用和利润嘛 营业利润的计算 五年考了四次 这个性价比超高 这个性价比超高 然后接下来说说我们的复习方向吧 各位同学 收入可以和什么结合 任何都可以结合 只要它想结合 它都可以结合 跟租赁能不能 能 跟所得税能不能 能 跟资产负债表日后市场能不能 能 跟长期股前投资能不能 能 跟交换能不能 能 跟重组能不能 好像不太能 所以跟合并报表能不能 能 所以它包罗万象 这个就没有太多的要跟大家说了 总而言之 一句话 收入十分重要 OK 接下来我们看考点一 关于收入的定义及其分类 什么叫收入 这我们之前讲过 是指企业日常活动中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 无关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这是收入的定义 那么在这里强调日常活动 各位什么叫日常活动 下面给你写了 为了完成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 与之相关的其他活动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把设备租赁出去了 这叫不叫日常活动 叫 它也叫日常活动 你是个工业企业 你把外购的原材料 把它给卖了 这叫不叫日常活动 叫 也叫日常活动 明白了吗 那是不是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就一定是收入呢 未必 比如说利得 别管是进当期随意的利得 还是直接进所有者权益的利得 这都不是收入 什么叫利得 非日常活动 别人白给你一百万 飞过来吧 看你长得美 是吧 听刘老师课的给你一百万 这叫不叫收入 不叫 如果你要认为它是收入 你就犯了一个成语 守株待兔 你以为今天有人给 明天还有人给你吗 不是的 所以我们讲收入一定是日常活动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收入的分类 各位 我们刚才特意我给你举了两个例子 你发现了吧 一个是租赁 你把设备租赁出去了 另外一个是我们正常的销售 比如说销售产品 销售材料 各位 你要注意啊 我们现在讲的收入 是收入准则 14号收入准则 那么在这个准则当中 有一些是在这里规范的 而有一些它也是收入 但它不在这里规范 它比较特殊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 你把资产出租 你收取的租金 快递付入就要带主营 或其他业务收入 它也是收入 但它不在收入准则来进行规范 它在哪 它在租赁准则 你再比如说进行债权投资取得的利息 进行股权投资取得的股利 这些也不是我们收入准则规范的 22号金融工具确实尽量准则 你比如说你说的金融行业 是吧 那你这个利息本身就是你的一项收入 但在不在这里合算的不债 在22号准则 在保险公司你取得保费收入 是不是收入 但不债我们这个准则来进行规范 我说清楚了吧 好 这些是不债的 那还有一些呢 是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 拿重货 去换取客户的重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它要执行收入准则 这个我们讲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我讲过 我也说过 假拿重货去换倚的固定资产 站在假公司的角度 这个叫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但它不执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它执行收入准则 而对方相当于是拿固定资产 去换对方的存货 它是执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 我们只是说 你解拿存货 去换对方的非货币性资产 执行收入准则 这个等我们讲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些都叫什么 这些都叫非现金对价 而其他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仍然执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再来第四 第四说的是什么 说固定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在处置时 我们在处置十点要确认随意 那个随意叫什么 叫资产处置随意 那个十点执行收入准则 很多朋友这个东西他就不明白 说收入 把固定资产卖的执行收入准则 断章取义 你把这话好好读一读 我们现在很多同学欠缺的是 把一句话能够完整的说明 写明不明 你好好读一读 说企业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的 在确定处置十点 及计量处置损益时 他执行收入准则 什么意思 来我们需要做一个铺垫 我们现在收入不是原来的了 现在强调什么 现在强调的是控制全转移 什么叫控制全转移 这个控制全不单单在收入这里有 在我们租赁有 在我们的合并也有 所以这个控制全现在是比较主要 是主流的 什么叫控制全 主导 使用 受益 六个字来概括法 主导使用受益 我举个例子啊 各位 这件衣服谁的 我的 我能不能控制它 能 为什么 我可以主导它 我今天上课我可以穿它 我也可以不穿它 对吧 我可以主导它 我今天把它挂到衣柜里 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这个衣服是我的 我是不是可以阻止其他人来使用 可以 余老师上课想穿我的衣服 我不借 我可以主导它 当然我也可以使用 你比如这衣服 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我说过 俩 对吧 一个是遮体 一个是保暖 所以这两个功能 这是衣服的主要功能 那其实衣服还有别的 比如说美观啊 是吧 彰显个性啊 这都可以 但是它最主要的基本功能 一个是遮体 一个是保暖 所以我可不可以使用 可以 今天路客室 温度适宜 我就穿西服 明天路客室 比如说热了 我就穿个半袖 可不可以 可以 然后我能不能受益 当然能受益 各位 我穿这点衣服 首先我遮体了 如果我不遮体 我是要被抓起来的 对吧 我是要被抓 我光着讲课呀 说我要被抓起来 抓起来 各位 那个经济利益 是要流出的 我得交罚款 能不能好再关几天 所以我必须得遮体 那我能不能受益 能 我穿这件衣服 冬天我就不冷了 我不冷的话 你想想 我就不能感冒 不能感冒 我就不用花钱去看病 如果我不穿衣服 咱先说抓不抓的事 你会感冒 你感冒的话 你要看病 看病就会导致经济利益的流出 所以它会使我受益 当然我如果受益的话 其他人你就不能受益 因为这衣服只是我的 对吧 所以我能够控制这件衣服 我能够控制这件衣服 所以控制它的关键点是什么 主导使用并受益 OK 我们现在讲控制权转移 比如说 甲把它的商品转让给乙 卖给乙 那我只要把商品交付这个时间点 控制权就一定转移吗 违逼 你得看乙能不能主导使用并受益 你比如甲我告诉你 这商品我卖给你了 两个之后我买回来 你别给我弄坏了 放着放着 弄坏我整死你 这个有点吓人了 这个让崔玉给我传染了 弄坏我卸掉你 你要大腿 那个乙公司它能不能主导 能不能使用 能不能收益 不能 那你说控制权转移了吗 没有 那既然控制权没有转移 各位别谈收入的确认 这也是我们现在最新版的 这个收入准则它的一个核心 过多的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去说了 毕竟我们现在是硬士 能讲这些 能让你理解这个准则制定的原理 你就搞懂就行了 我们现在收入呢 它不按照刚才我说的 各种什么销售商品听完 不按这个来了 它是一个统一的模型 我不管你商业社会 有什么样的商业安排 你都可以按照这个模型 一点一点一点的来确认收入 原来可能比较麻烦 对吧 你不是加盟 原来就比较麻烦 说你这个我现在创了一个品牌 做这个吃火锅的 你现在可以给我一部分钱 你加盟我这个品牌 然后呢 我给你选场地 我给你主要的这个锅碗瓢盆 然后我给你培训 我给你打广告 我帮你去做营销 你会发现这里既有什么销售商品 也有提供劳务 然后我把品牌 让你使用 还有让渡资产手权 你发现了吧 有这么一系列的 如果你原来单纯的按照什么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让渡资产手权 这个交叉就比较多 但是现在解决了 那如果解决 等你虚完之后呢 你就知道了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说刚才的 这个什么意思 各位你把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给它处置了 说白了 我把固定资产卖给你了 对不对 控制权转移了吗 如果转移了 那个时间点去确认资产处置损益 所以他说执行收入准则 是指在处置那个试点 看它控制权 是否发生转移 如果你控权没有转移 这个点你是不能确认资产处置损益的 所以他说的是这个事 知道吗 各位同学 我说清楚了吗 好 这是关于收入的一个基本的定义和分类 那这个话呢 因为我们注快考试 大概率不会考 你说下列执行收入准则的 那是初级和中级要考的 注快不会考的东西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考点 关于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哎呀 从第二个考点开始 各位同学 你们的小家伙要上上了 原来呢 这个咱们的教员老师 给我做PPT 是有这个上面这个 五步法这个表格的 我也上了 不要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啊 你们自己回去看去 我给你举个例子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来收入无法咱先走一遍啊 先看一下这个342页 咱们先走一遍 第一步 五个步骤吗 第一步 叫识别与客户定义的合同 这个从文字表面上来说 你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 识别合同中的单向旅游 这不是人话 但是你要是学过 或者抢先学你学过 哎 你就知道了 第三 说确定交易价格 嗯 这个好像是人话 第四 将交易价格分摊之后 单向旅游义务 你可能第一遍读都读不顺 这也不是人话 第五 旅行课旅游义务时 确认收入 这好像还能理解 所以你会发现 它比较晦涩难懂 怎么办 用个例子 这个例子 其实这上也写了 我就用这个例子 我再给你写一遍 这样加深你的记忆 来 哎呀 我用谁呢 还是用胡买买啊 胡买买应该是在我的隔壁上课了吧 今天有他课吗 今天没有他课 昨天有他课 胡买买知道谁不 词尔教育的经济法老师 胡浩然 经理法的第二轮 胡浩然老师讲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意思的一个人 特别是他的笑很治愈 你要看到他笑 真的很治愈 你有多么多么的不开心 只要他一笑 就很治愈 所以真的有机会 你们听胡老师上课的时候 你告诉他 笑一个 那你们就都打笑一个笑一个 胡买买 他叫胡浩然 为什么说胡买买呢 这是有渊源的 他没事就给我种草 让我买这买辣买这买辣 但是他不说 哎 中哥 我给你介绍新产品 哎 中哥 我告诉你 这东西超好用 那我有没有中毒呢 中了 但后期一想一想 适合他的 未必适合我 好了 不多说了啊 那么接下来胡买买 拿他举例 还是买手机啊 送话费 这例子不必啊 只是用他来举例 第一步 一问五官啊 第一步叫什么来着 识别与客户定例的合同 各位同学 这个例子你必须得听得懂啊 而且说 老师你前面讲过这个了 你抢卸学就这个例子 你给我归零 嫌你啊 你给我归零啊 来 第一步 叫识别与客户定例的合同 我简写叫识别合同 一会儿你会看到 我给你讲 我们收录 你想确认 必须得有合同 当然这合同 未必一定是书面的 它可以是口头的 也可以是其他商业形式 但是必须得有合同 它是何许人也 讲法律的老师 必须签合同 所以胡买买跟 甲公司签订合同 说 甲公司向胡买买提供一部手机 同时赠送给你 24个月的通话服务 一共是5000元 签合同了吗 签了 有合同吗 有了 好 第一步咱过了 有合同了 别的不说 接下来第二步 叫识别合同 识别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义务 这是一个简称 什么叫履约义务 各位 履行约定的义务 我还得说一说合同这事 各位 什么叫合同 来 咱举个例子 什么叫合同 说甲和乙签合同 2019年的6月25号这一天 甲要向乙公司发货 然后在2019年的7月31号之前 乙要向甲付款 我们说这个合同 这里一定是双务合同 有权利有义务 你甲公司的义务是什么 发货 你的权利是什么 收钱 乙公司你的义务是什么 付钱 你的权利是什么 收货 对吧 那么现在比如说主体是甲公司 你在这个合同当中 你给人家提供的义务是什么 来的发货吗 对吧 但是你这个合同当中 可能有一项义务 也可能有多项义务 各位 什么叫履约义务 其实不就是你甲给人家 提供了哪些承诺吗 我不知道听课的各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已婚的 特别是女生 有没有已婚的 当时在办婚礼的时候 一定有这么一个仪式 是吧 你的 现在叫这个 丈夫 咱比较老公啊 比较老公 那个太low 丈夫 就是你的这个原来的男朋友 他一定给你提了承诺 无论未来贫穷 疾病 我都会毅然居然的爱着你 守护你 跟你相守一生 我告诉你 童话故事都是骗人的 都是骗人的 只有让你自己变成强大 才会相守一生 当然这个强大是带引号的 不是说你自己可厉害了 那不是意思 婚姻也好 朋友也好 家庭也好 亲属关系也好 都需要维护 你只一味的索取 而不付出 你就记住任何关系都无法长久的 包括你跟你自己最亲的人 父母和你未来的子女都是这样的 必须得付出 相互成就要有付出 学习也是一样的 我这边都急得不像样了 是吧 每天给你们上课 我都真的真的 既期待又兴奋又惶恐 期待兴奋这个不用说了 惶恐就是怕你们不学 得用什么方法能让你们去学呢 你们在直播间里可高兴了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就是故意的 我知道 所以这个承诺是什么呢 就是假公司 在6月25号你得给人发货 这就是你的承诺 而站在这个假公司的角度呢 你给人胡买买提供什么程度了 什么程度 俩 你发现了吧 第一个 手机的销售 第二个 我赠送给你24个月的通话服务 所以各位 这里有俩 一个是手机的销售 一个是24个月的通话服 俩吧 是吧 但是 我们只是仅限于举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我为了让它更加严禁一些 我告诉你 我说这个手机和这24个月的通话服务不绑定 我们现在也基本不绑定了 原来老老年间 说你就得用我这个手机 用这个手机号 你才能有这24个月通话服务 你不用我这个手机 用别的手机就没有这个服务了 我们不绑定 你爱用谁用谁 胡买买 把这24个月通话服务给了刘老师 那刘老师来的他 发微博 发抖音 发小红书 可以不可以 所以这两个是可以独立分开的 好 这里有两个 一个叫手机的销售 另外一个叫24个月的通话服务 OK 接下来 第三步 我们要确定交易价格 那我们这个举例啊 也没有给你挖什么坑 是吧 不就这5000吗 所以交易价格就是这5000 但是你要认为说 合同标价就是交易价格 那你就太low 那收入准则就这么简单吗 绝对不能 所以等我们讲交易价格的时候 要考虑四个因素 先吓唬吓唬你啊 可编对价 肥县力对价 重大融资成分 应付客户对价 你看你听说话你都听不懂 是不是 先吓唬吓唬你 所以下节课上课你不能迟到 更不能不来 来 接下来第四步 我们说 将你第三步确定好的交易价格 要分摊 你所识别出来的履约义务 就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 单项履约义务分位 咋分 平均分 拍脑门分 No 我们应当是按照 各单项履约 又在合同开始日的单独售价相对比例区分 什么叫单独售价 假如说 你单独买这部手机 三千六 那胡买买买是不是脑袋进水了 养鸡鱼了 花五千买 他说赠送 羊毛输在羊身上 有的是真正中 有的其实都包含在里边了 有的时候我给你们加课 延迟那真的是正中 因为我多讲他不给我解克制费的 我有一说一 给我规定三个小时 那我就长三个小时的克制费 我讲五个小时 他也给我三个小时克制费 所以那个时候对你们来说 就是真的赠送了 而这个不是 这个是说是赠送 其实就是噱头嘛 正常24个月的通话服务是两千四 其实胡买买我跟你讲 下次你上课的时候你问他 来笑一个 然后再来你是不是不实数 他真的不实数 但是这个简单的数学关系他懂 你看这俩加一块多少 是不是六千呢 但是你只需要支数多少 五千 对吧 只需要支五千 所以他认为我还是占便宜了的 我还是占便宜了的 来接下来 分怎么分 按照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区分 咋分 你看手机你是多少 就是3600除以3600加2400 这比例啊 乘以五千 所以手机分的是三千元 分出力了呗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 24个月的通话服务 2400除以3600加上2400 去乘以这五千 那应该是两千 这分出去了吗 对吧 这就跟你分你家里家产一样 你是不是独生子女 你要是独生子女都是你的 你要是有兄弟姐妹 那就平分吗 或者是找到一个标准呗 对吧 有的受父母喜欢 那就多分点呗 有的不带人爱见 那就少分点呗 甚至不分呗 都有可能 但是我这个人呢 我不知道我这个价值观对不对 我总以为 这个东西不是你的 是你父母的 你得靠你自己努力 他可以帮你吧 但是你不要去 就挡着 说我挡着分 那不对的啊 所以我就是 最典型的 我真的跟大家说 我就是个很普通的老百姓 当然现在也很普通 只不过受大家 这个喜欢啊 能来听我的课 我很高兴 确实实我是经过自己愤怒的 我不需要这个父母去帮我 我们父母就很简单啊 都是正常的平头老百姓的 好 说多了 收回来 最后我们说在旅行 每一项旅业义务时 确认收入 旅行每一项旅约义务时 来确认收入 有同学说他穷 我跟你分享一个 就想当年 这个我东拼西臭 借了点钱 买个房 付了首付 然后每月需要还贷款 那房呢 我不想装修 但是我楼下的邻居就说 我家都装修了 你也得装修 要不然你装修 就把我家给淹了 我一想也是 这个你要真的给人压了 这个真的不好 所以我就开始装修 装修房你知道怎么装修吗 你以为找装修公司啊 不是 说我找同学 认识个设计师 我就把照片照了 你给我帮我设计设计吧 咱也设计设计 好设计完之后 我就照人设计这个东西 我自己去买料 自己找工人 然后自己有的时候 把借链往楼上抬 为啥 因为如果你要让人家给你抬 加十块钱 我说得啦 不用你这十块钱 我自己抬 都真的真的 为什么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没有那么多的收入 我也不想靠父母 父母也是普通人 也没有嘛 我都说东批西售买的这个房 但是学习 让你改变了命运 学习让刘老师改变了命运 真的就是这样的 来 收回来 确认收入 那么确认收入怎么确认 我们说在旅行每一项 履约义务时 确认收入 那我刚才也讲了 我们现在是控制权转移关 什么叫控制权 就是你的商品 或者你去服务 控制权有没有转移啊 那点就看一看呗 来 首先第一个手机 手机的控制权是否发生了转移 胡买买拿这个手机 他爱干啥干啥 能不能主导使用并受益 他发朋友圈可以 他打电话可以 是吧 他订外卖可以 甚至他砸了听事眼也可以 他可以主导使用并受益 那这个手机如果卖给了他 别人还能用吗 很显然不能 他可以阻止其他方来 使用这部手机 所以我们说手机的控制权转移 但是你不要认为说天生的 说我把东西卖给你手机的控制 就一定转移 各位 我们现在学收入 必须得按照收入的理念 来进行学习 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东西 讲这么慢 原因就是我要让你知道理念 要不然后边学很多东西 你会发现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现在是打底层呢 打地基呢 必须得把理念给你啊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个手机控制权已经转移了 胡买买它是可以主导使用并受益的 OK 手机可以去收 那接下来24个月的通话服务呢 这24个月的通话服务 控制权转移了吗 有人说转了 有同学没转 各位转也不是 没转也不是 你会发现 它不是在某一个十点嘎杯 这一下转了 对吧 它是陆续的给你交付 陆续的给你提供服务 那么陆续的控制权再转移 所以我们说啊 24个月吧 那是两年咯 一年两年 咱比如说分年来算 那一年应该是一千元的收入 所以这就是后边 我们要讲的 你到底确认是在某一个时点 还是某一段期间 是时点的还是时段的 这个我们要分析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整个收入的这五步法 领着大家走了一遍 这个例子 不管你原来听没听过 就算你今天第一次听 我相信应该差不多吧 对吧 第一步识别与客户定例的合同 讲识识别与跟胡买买定例的合同 识别合同中的单项旅约有利涯 一个是手机的销售 一个是24个月的花费赠送 再来确定交易价格 我们这个很简单 就是5000 然后接下来将交易价格 分摊至各单项旅约有诈分 按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区分 有同学说 老师单独售价是不是公允价值 我个人认为它不是啊 如果是公允价值 人家告诉你按照公允价值区分了呗 人家既然说单独售价 那就不是公允价值 什么意思 这俩打包在一块 它的公允价是5000 而单独售价 就是单独卖这部手机 人家的价值是3600 所以单独售价相对比例区分 那是多少 3000 这多少 2000 OK 那接下来 旅行每一项旅业用时 我们确认收入呗 手机的控制权转移了吗 转移了 能不能确认收入 可以 而24个月的通话服务呢 没有 对吧 那我就需要分期 那在这里我们是简化处理啊 你要知道货币是有时间价值的呀 对不对 如果两年之后的一笔钱 折到现在肯定不是这个价 所以有可能 在实务工作的当中 如果年限比较多 是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但是我们这就不考虑了 考试也基本不考虑 真正考虑货币时间价值不在这 在第三步 那真正需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是在第三步 OK了 差不多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整个收入的五步法 全部都给大家走了一遍 我也希望咱们今天下课之后呢 各位同学能够真正的 把这五步法好好看一看 你可以按照我这个例子 也可以按照我们讲义上 这个例子都可以 就是数字不同 人物关系不同而已 但是这个例子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这个例子当中 我给大家传递的 这个底层的逻辑和理念 更为重要 你的书上有没有写 控制旋转移 你的书上有没有写 主导使用受益 有没有写 没有写赶紧补上 因为后边我们好多好多说 为什么准确 为什么这么规定 逻辑是什么 原理是什么 都是这些东西啊 各位同学啊 我说清楚了吗 OK了吗 好 各位同学 写了哈 写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给大家上到这了 因为我说实在 我想忘记讲 但是我发现讲完这个东西呢 这个第一步怎么也讲不完 是吧 咱就留到周六 上午再给大家介绍 好不好 是吧 这个好长好长的 所以就不讲了 因为今天确实是跨度的东西比较多 就是我是会随时调节 你看我们今天讲收入强了点 外比则算讲了 然后债务重组也有了 所以你跨度东西太多 这个填鸭式也不行 还得慢慢的去消化吸收 我说清楚了吗 还得慢慢消化吸收啊 什么是快乐兴趣 快乐兴趣就是十点准时下课 这个时间啊 下次课的时间不对啊 把它改过来 来 下次课的时间不对啊 我们下次课应该是周六的上午 九点上课 下次课应该是周六上午九点上课啊 下次课是周六上午九点上课 我说清楚卖 今天多少 二十号啊 因为周六上午原来是采馆 采馆的郭靖南老师 去参加活动 所以需要调个课 所以就跟刘老师调了 刘老师也欣然接受了 所以我们就周六上午 九点上课啊 周六上午的九点上课 对这个小南老师 或者小郭老师人要出差 但是也不能耽误大家课嘛 所以就跟我调了一下 各位同学 您学习辛苦了 今天下课之后 请把我们债务重组这一章 以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 只做好题 认真完成 我们这个月末 马上又要结束了 又有月考了 别到处考月考之后 连自己亲妈都不认识了 我这两天 给你们出月考题呢 好了同学们 我们周六上午九点再见 拜拜